接下来我们学习一下怎么样用中端命令来实现打包压缩 同学们相信大家对打包压缩这个概念已经比较熟悉了 因为打包压缩是我们日常操作电脑时使用频率还是很高的一个操作 对吧 譬如我们想把某个目录发送给我们的小伙伴 通常要干的第一件事情 是不是就把这个目录打包压缩成一个文件 压缩之后我们再把压缩后的文件 通过网络传输给我们的小伙伴 对吧 这个是我们常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我们开始学习打包压缩之前 老师要强调一下 同学们 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下 常用的打包压缩方式是不一样的 来我们看一下 在Windows中常用的打包压缩方式是RAR 而在Mac中常用的是Zip 但是在Linux中 我们常用的打包压缩方式是TAR.GZ 这个名字看起来有点陌生 对吧 那在这一小节中 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TAR 同学们看 TAR是Linux中非常常用的一个备份工具 我们在工作中可以使用TAR这个命令 把一系列文件打成一个大的文件包 有了这个大的文件包之后 我们再做后续的压缩工作 注意啊 TAR这个终端命令 他只负责打包而不负责压缩 这一点同学们要先有一个印象 同时老校补充一下 同学们TAR这个命令 是Linux中非常常用的备份工具 在我们工作中 经常会有一种说法 譬如小明来把这个目录打成一个TAR包 那这句话呢 就是把某一个目录打包 生成一个大的文件包 这个就是TAR命令的作用 好 明确了TAR命令的作用之后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命令的格式 同学们 当我们想要把一系列文件打一个大包的时候 我们呢就可以在终端中先输入TAR这个终端命令 然后跟上三个连续的选项 注意啊 这个选项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 在我们要想打包创建文件的时候 我们呢就可以跟上CVF的选项 然后跟上一个我们最终要生成的打包文件名 并且这个打包文件名的扩展名啊 是.TAR 然后在后面依次接上我们要打包的文件 或者路径就可以 在这里老师要强调一下 同学们 创建文件时 这三个选项是固定而且连续的 并且通常在打包的时候 打包文件的扩展名通常都是.TAR 正如老师刚刚讲过的 我们呢经常会说打一个踏包 而以.TAR结尾的文件 我们呢就可以管它叫做踏包 好 看清楚了打包的格式之后 再让我们看一下怎么样来解包 同学们 要想解开一个打包文件啊 我们跟打包命令相对比 唯一的一个选项差别 就是我们把创建打包文件的C 改成解包的X 注意-XVF 然后跟上我们打包文件的这个踏包 这样就可以解包了 哎 这个就是打包命令格式-CVF 而解包的命令格式呢 就是-XVF 好 讲到这里啊 老师呢就给同学们简单介绍了一下 打包压缩的概念 并且提示了一下 在不同操作系统中常用的打包方式 同学们在另一个字中打包用哪种 哎 非常好 在另一个字中打包用踏 对吧 我们经常说打一个踏包 同时呢 老师给大家介绍了 打包的命令选项是-CVF 而解包的命令选项呢 -XVF 好 在我们开始做打包解包演练之前啊 老师先暂停一下视频 在我们开始做打包装的